日本妹子真的很爱留刘海 10个有9个都留了刘海 很多人来日本都溜起了刘海 呃... 我以前也是有的啦 一般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妹子都是长这样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些种子选手 哦...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啦 我都是托朋友帮我找的图 再看一些人气爱豆 再来看街头路人 还有二次元妹子 是不是 他们基本都没人没有刘海 我好像使用了一个酸从否定 为什么日本妹子会这么钟爱刘海 这背后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发极限的缺失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诶...我今天眉毛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好像差不多了吗 哎算了 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啦 在这里我想先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刘海吗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留刘海吗 是因为头秃吗 是因为脑门大吗 谁又何尝不是呢 第一 审美和人设 其实刘海对于一个人的形象气质的改变是非常关键的 刘海会让一个人的气场变弱 首先刘海会遮挡你的额头 使别人看不见你智慧的大脑门 而额头是我们自力感的体现之一 这背后的原理我们都知道因为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诶... 诶...不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悲伤啊 都给我哭 第二个是因为刘海会遮挡一部分你的眼睛 会让你的眼神看起来没有那么灵动 同时也会削弱一点你眼神的犀利感 这其实很好理解我给你举个例子哦 你看这样是不是你感觉很有压力 但是这样是不是就好多了 因此用刘海白额头遮住呢不降低你的智力感 减弱你的气场 反之呢会增加一些幼齿感 看起来会比较年轻一些 而这一种感觉呢恰巧就是大部分日本美子所追求的美感 因为日本人的主流审美呢就是看起来青春可爱 幼齿感和亲切感 其实你看有村家族在日本一直很火 就能够感受到日本人的审美大概就是那一瓜的 之前我在日本剪头发的时候就有跟造型师讨论过 他跟我说中国女生呢大部分都比较喜欢美丽 就是凭刘海 因为凭刘海看起来就是很乖 会给人一种很学生魅的感觉 所以刘海真的是减零力气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日本女星她们都有刘海的啊 比如说女王天海游戏 还有走性感送的nanao菜菜序 所以说不同的发型还是要服务于不同的人设啦 第二脸部条件 你们知道吗 真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有刘海的 去网上搜索中国女星的照片哦 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没有刘海的照片 偶尔一两张会有啦 比如早期的秘密 其实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大女友 她们的五官和脸型都长得非常好看 而且一般骨骼感会比较强 整个人看起来气场是比较足的 这种外形条件如果溜溜海的话呢 反而会弱化她们的气场 让她们失去一种惊艳的感觉 但是在反观日本呢 我们会发现日本妹子的典型长相是这样的 五官线条很柔和 圆圆的脸蛋配上一个有一点肉肉的鼻子 然后因为日本人她们本身的骨架就比较小嘛 所以你在日本真的比较少看到特别大脸的妹子 所以你知道我在这边有多孤单吗 而日本妹子的这种脸型呢 恰巧就是最适合溜溜海的 因为首先有溜海的话 会让你的脸型的比较短一点 如果你旁边再有头发遮挡一下的话 就会显得又短又小 呃...好好 现在也不是什么让人开心的事情齁 而这种短小呢 会比较趋近于婴儿给人的感觉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 就可以给人一种比较年轻可爱的感觉 但是真的真的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有溜海的 因为这个发型想要好看的前提 是你必须拥有一个圆润且灵巧的下额弧度 就是这一条线 因为有溜海的话 首先会让别人的视线下影 如果你塞帮子不先跟我一样有很大的话 那别人的视线主要都会集中在你脸的下半部分 于是会这样你在别人眼中就变成了一个行走的塞帮子 如果你的脸挺断的 而且还有一点方的话 答应我 千万千万 不要溜溜海 好吗 因为那样真的只会让你看起来 无限趋近于一个麻将而已 啊 不要问我是为什么知道的 第三 从重心理 有个女网友她身高是1米7级 然后留着是那种中分的大波浪 之前在日本读书嘛 就交往了一个日本的男朋友 然后那个男朋友就经常叫她去剪刘海 原因就是因为她说 你看日本其他妹妹都流流海啊 多年轻啊多可爱啊你去剪一个嘛 当然这位姐妹她没有剪 于是这个日本男生也变成了前男友 就是因为大家都剪刘海所以你也要去剪嘛 Exo me 其实有一些日本美的她们脸型 并不是那么适合剪刘海的造型 是看起来还挺年轻的啦很日式 但是呢就会觉得每一个人都 一样啊就觉得有一点无趣 对于她们来说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 反而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她们就一定要跟别人一样 其实男生也是一样的啦 我觉得根据自己的气质和五官 选择适合自己发型就好了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这一期谁再说我胖 我就去她家蹭饭 如果不想被我蹭饭的话 你们转发评论 点 赞 点 赞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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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一